這是新北市政府 將對近年上的出車 給路段 提出改善的價位 以及你的八月底進場 會優先來改善 十個路口 五台歐洲的第一台轉区 等紅營 這時向上有一台車衝過來 騎歐洲人根本就不喜歡 就不想打波林球一樣 都被弄倒去 新莊的中正隆安路口 因為車流量相當的大 很多駕駛沒有一規定讓車 而且也沒有注意到 左轉號制的標誌時段 因此很容易發生意外 如果這個地點 新北市政府高通交 在安全會部裡面 列出十大進行出車會路段 包括三年保重新路五段 五國翁北街口 路酒中山路一段一片路口 新增中正路兩岸路口 五國蘇峰一路 蘇峰十路口 中河二岸路中河路口 映峰寬水路二段補行路口 土城金山路二段民地路口 新增中正路化行路口 新增中河路車主路口 跟淡水民款路主共路口 主航石路跟縮移路 這個路口 我們發現它在機車的造勢的部分 它比較多的是 在同一個方向 讓它同一個車道 讓它不同的行程方向 所產生這種側狀的狀況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 來對車道做個調配 記者對中一百空七年 靠近發生車後的路段 改善的信號 新增中河路 平坦九 今年調數率比降機 減十一行 減百分之三十五.5 三年保減南路 新增路口減十五行 總共車後減九十四行 下減百分之二十四.8 健康有機會的人去維持交通 不過真的要靠近 減少車後 重點是加速速度就要放下 這樣才能夠優候 佩合的發生 嗯... 嗯...